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orus 這次要跟大家開箱NVIDIA RTS A4000這張繪圖卡 之前我有拍過一個繪圖卡與遊戲卡的比較影片 RTS 4000大概有2070的水準 實際上其酷打的規格也跟一般2070完全相同 那這張A4000它跟3070一樣是NVIDIA安培的架構 它的酷打的核心數量與3070太相同,比3070還要高 上一屆的旗艦卡RTS 8000它有4600多個酷打 但這一次中階的A4000就有超過6000個酷打 記憶體雖然不是GDDR6S但是也有16G的容量 它的頻寬也高達448GB每秒 同時因為它的核心時脈比3070低 所以這張顯示卡它只需要單6PIN的插槽供電 也帶來相當好的能耗比 但低電壓無所算力的3070Ti也難免被礦工給盯上 來作為虛擬貨幣的運算使用 雖然繪圖卡本身相當的昂貴 但現在沒有所算力的顯示卡也水漲船高 比一比好像也沒有貴多少 所以我就買來開箱讓大家看一下 順便測一測這個當今地表最強的單6PIN顯卡 在遊戲上面的表現如何 網路上的資料來查一下 這張卡在一般的遊戲上有超過3060Ti 甚至直逼6700XT的實力 那以一個140W TDP的顯示卡打到一些將近它1.5倍的顯示卡 同時它的記憶體又是2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測試平台 順便延續上一篇A70的機殼開箱內容 後來我詢問原廠 他們開了一個連結讓我買到還沒有上市的A70打孔消光側板 那在這邊感謝一下Geek 因為A4000是半開放式的鼓風扇設計 所以A70頂部沒有孔的問題 在這邊可以得到一個舒緩 因為側面還有一個可以排氣的孔洞 但因為它這張顯示卡是單槽卡 那A70它只有一個雙槽的鎖點 所以就會變成沒有地方可以鎖 那有反應的原廠他們說下一版會評估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就拿這一台ITSK開始測試 那一樣是用5950S搭配貓頭鷹的L965 那實測地平線5在5K快螢幕的下 畫質超高可以到67fps 那在視窗模式下我們開2K跟1080P 它的更新率在118跟135fps 此時整台電腦的功耗都在320W以內 那在模擬飛行上我用最新的更新 然後開著F18在大西地來做一個測試 5K的寬螢幕都在35增上下 但4K也差不多 2K的話大概有60fps 那降到1080P並沒有提升 但此時的功耗已經從140降到80了 代表已經卡了CPU 那因為這個遊戲還是很卡CPU的 要上高刷心率玩特技飛機 應該還是有一段路要走 對照我自己的主力機10700K跟6900 我們可以看到地平線5一開始的效能測試 有很多的汽車與反射 那這些都是A卡不擅長光追的部分 這個部分一開始車輛較多的場景 A4000甚至比6900還要高出個1、2幀左右 不過在平常玩高速公路沒有什麼反射的場景 6900就比A4000多了整整40%左右 那在渲染場景更是RTS繪圖卡的主場 在這邊可以看一下渲染的畫面 平常有在碰Key Shot就知道這個更新速度算是不合常理的快 同時渲染的功耗也跟遊戲相同 這一點跟以上一代的RTS 4000不大一樣 那不知大家對於這張A4000的繪圖卡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張顯卡我應該會留久一點 那也歡迎大家提出一些可以測試的項目 那我是Horus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